连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 他都跳出来说了啦 他说什么呢 他说民进党 这一次会如此惨败 主因是什么 候选人呢 没有教博来产生 全部都是呢 我们自己讲好 党内没有杂音 党内OK 就推出来了 如果党主席跟总统候选人 又循着这样子一个 戳和桥的模式来产生 就是我也不初选了啦 我也不管呢 谁才是民意拿下更多的人 我就是想推谁就推谁 你2024想要赢 这恐怕只有什么 靠坐票了啦 没有其他方法了啦 因为你得不到民心嘛 再还点出另一个问题是什么 民进党的大头呢 几乎全是伤兵了 如果真要讲谁 要推谁出来呢 好他怎么说 他说赖清德可以算是呢 最没有伤痕 或是伤痕最小的人 为什么我们看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因为几乎就是 在1.126选举当中 以赖清德来说 对他来说没有直接的伤啊 可是呢对蔡英文绝对是有 还有呢 他的英系人马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说 如果以赖清德来挑起 2024的大任的话呢 最可能直接扭转 民进党的情势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 美岛电视报的 吴子佳董事长怎么说呢 他说民进党 2024的总统大选 要怎么样赢呢 一个就是赖清德本人 欲驾清真来参选 一个就是呢 一样跟赖清德有关 有他一个信任的朋友 这样子来参选 其实施明德还有说过一段话 就是呢 在讲这篇话的时候 同时他还讲到说呢 现在几乎都是在总统官邸 把各派系的头头 全部都找来啦 就是这里面讲到的 戳和桥 所以呢 看起来好像 和和气气啦 每个派系语路均沾 大家都有得到好处 各个派系之间 大家彼此满意 但是重点是 这样的人选 有真的合适吗 而国人 百姓真的买单吗 那其中呢 污垢就暗藏在其中了啦 好在这边呢 要持续的请教委员 就是呢 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看起来 民进党党内就只会搓啊 瞧啊 他们的眼中就只有选举 其实没有理念 这样迟早要被淘汰的吧 对我想这一次 民进党之所以会大败 就如同施明德前主席所提到的 就是民进党在这一次的整个 一方面是执政绩效无能 然后这个摆烂 让台湾民众隐忍无可忍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候选人的决定上 是由英系这个钱刚独断 就一把抓 那么大权在握 然后这个为所欲为的提名模式 所以导致到民进党最后 所提出来的候选人 那么就算党内大家默不作声 但是也并没有办法得到 社会大众的肯定跟支持 所以如果民进党的党主席 人选的推举还是采取同样的模式 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 派系继续可以掌握住党权 然后继续可以玩弄 民进党内的这个提名机制 和游戏规则 然后在2024年推出一个 让他们比较满意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当然民进党2024的命运 不会比现在好 因为民进党必须要认清楚的问题是 现在你们不管推出的党魁 或者是2024的总统候选人 目标是要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同 赢得台湾人民的肯定跟支持 你们是要争取下一次 台湾人民给你们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们今天连这点想都懒得想 就是说你们觉得这跟民意无关 跟社会无关 自己的派系瞧一瞧 各派系大家共推 然后就可以继续得到执政权 在2024年可以继续呼风坏 那么继续掌握国家机器和行政资源 那么我认为民进党的这群政治人物 就是得到了权力太天真了 被权力冲昏了头了 那么我想吴子佳 董事长所讲到的 主要的目的是针对党主席的人选 就是说民进党要赢 到底是要赖清德自己选党主席 还是要由赖清德信任的人来选党主席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是 民进党内的这些各派系 特别是英系的人 能不能够让赖清德 这个亲近的人选党主席 或者是愿不愿意给赖清德 这样的一个机会 现在显然看起来并没有 就英系如果今天真的大公无私 蔡英文如果真的认错反省 他应该要立刻为民进党 栽培2024的总统候选人选 然后排除党内的障碍 然后让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立刻能够掌握党权 进行2024年的布局 这样才有可能赢得2024年的选举 否则如果今天在2024年的 这个总统提名的过程当中 国民党能够记取当年的教训 能够有一个游戏规则 跟有一个这个合理的机制 推出一个让党内大家能接受 台湾人民能够认同的候选人 可是如果民进党今天做不到这一点 民进党还是以为他可以玩 2018 2019年的那个把戏 那么当然2024年民进党就很难避免 掉大败人命运了 所以现在民进党内的各派系 我刚才提到 他们共推郑文燦的原因 是因为郑文燦的礼数周到 郑文燦在担任这个桃源市长的时候 资源是共享的 所以这个把每一个派系都安排得很好 这不要说派系了 郑文燦连媒体都处理得很好 所以这个这就是在这段时间 郑文燦标准的一个这个 从政的胜利方程式 因此英系当然就希望 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既然你各派系都是被郑文燦 当年这个礼数有加的对待过 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刻 也不方便说什么话 那么推郑文燦 恐怕也是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 但是我回过头来 还是那个关键问题 如果推郑文燦 只是为了卡赖清德 如果推郑文燦 只是为了让各派系 大家都能够满意 然后大家还认为用戳啦 用桥啦 这种方式就可以把党主席搞定 那么民进党就失去了 党主席选举之后 争取台湾人民信心的一个机会了 海黄鲍鱼干贝 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 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